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专门拜师学权 1961年他考上兰州医学院 认识了马凤图 马凤图清代光绪年间演习文学 后创立马氏通辈文学 1909年他参与了一系列推翻地质的秘密活动 为了对抗日本武士挑衅 马凤图发起创立中华武士会 任国术总教席 与日本武士比鉴连战连胜 威震华北 1926年 马凤图开始在西北传授通辈武学 张鸿图在跟随马凤图学权之初就了解到 马氏通辈武学将拥有胸怀天下 为国为民的民族气节作为习武的前提 大学毕业后 张鸿图回到家乡 一边行医一边吸引兽图 如今他的弟子遍及海内外 令张鸿图最为欣慰的是 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在武学传播上颇有建树 张飞鹏南州城市学院教授 他自幼随父亲习武 把弘扬中华武学精神传播通辈武学 作为自己的使命 通过精心设计反复事件 他和任职于甘肃检察职业学院的弟弟张飞鹏一道 将通辈武学与现代武术相结合 创立了不具威力的通辈情敌权 2009年 张飞鹏前往法国进行进入交流 课堂上他展示的通辈武学绝技 收获了无数惊叹的目光 张飞鹏也因此被法国宪兵特勤队 授予法国警察干预技术领域教官资格证 武山通辈武学的传播也得到了县政府的充分重视和支持 如今全县业余武术队多达60余支 各体武馆22个 习武人数超过7000余人 上午阳刚的武山因为武术走向世界 修怀天下不屈不挠的武学精神 也密刻在了无数武山人的生命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